看命看运气看运气 车要扎了 车已经不行了 这个确实长途跋涉距离是个大问题 哎呦这是下车 因为车不行了 下车之后露出 然后被FTV拿到人头 我个人是觉得 17这一波的转移有点 看右上角那座山 他也提前给排了 他越是排水 对17的转移就越是有威胁 因为17你要做二次转移 他已经是刷到一个非常极限边缘的位置 但凡是沾一点属于 他都不会这么难过 完了车上小北又被直接打了 这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问题 就是你一圈顶的枪限太多了 然后你车又没了 又换了一个人 结果二圈没给你 是的车和车踢在一起 然后背部过交战 打拿瓦跟KTF在这个节骨眼上 两边是转移到就碰到了 听到这个枪声 Pero应该是派的人出来的 黄思龙想去拿分 但天路的距离有点远 打拿瓦杀了 现在只剩end一个人 想先拿分 我打拿瓦 相对而言的话 KTF作为内战的神 我觉得他已经对打拿瓦造成一个重创了 是的 这波对黄思龙来说不亏 偷了一个 有人头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会少得了小佐 这里是对外围的枪限 再加上他对烟雾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还是KTF先被捕 但是现在打那么两个人 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太多后续的操作空间了 没错 New Happy过来了 然后右边还有一个GX 现在海边过来队伍都不是太好过 像天大 你就算 冻得很快了 你就算同时落位跟经济打 经济肯定是不会放过你这两分的 贴脸上了 贴脸了 小五很凶 你别说大力出奇迹 这个就是人多与人少的问题 是的 枪限太多了 打Nava那边也在猛抽 就是对于满边的经济来说 因为前点位已经落位了 知道防径没人 ElonX是没有必要跟你硬换的 开椅 因为我这边只有两个人 我直接跟你换了都没关系 天霸现在也在要动车 好像打下来一个 是的 GFY的打法 我现在是反而是觉得 Summer秀GFY之后 整体打法也是有点有所感 周济赛看到有Summer驾驶 整体GFY的还是以推边为主 对对对 对吧 打得很慢 对 而且他们控边的任性控的很好 你就是像我们在赛前说的那一局 就是GFY他们那个位置 任性打的也很久 打的真的很好 Summer作为蓝白挂后的话 好像被GBL偷了屁股 对对对 他那个位置是想要开车 然后往后走的 然后挪了一下车位 然后在集装箱的位置 直接被打下来 GBL要冲了 这911也倒了 那就只有南部强线的两个人 中间有一些过点 就看他这个连续 这边还是走了这个方向 是吧 而且是腿过来的 是的 另外一边的话 FTY在哪 就是要在这一圈分出胜负了 因为已经有人倒地了 嗯 是 光会倒之后 嗯 福安邦并不太 他们知道 FTY有倒在那个情况之下 直接压缩了 他们的一个活动范围 嗯 现在毕竟还是有一定高点上面的一个优势 但是你这边一打的话 可能天路也会反卡你 因为天路那个球 这个时候 福安把车停好 保好之后 就可以腿过去 然后越过那个坡 来看一下DK这边的打架的情况 对 但是稍微要注意一点 就是USG的远点的枪线 因为这个时候蓝圈没有收缩 因为你冲了太猛的话 你的高度越高 USG发现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还是打一波拉扯 对 就是投资会先给一波 来了 这波圈加DK是没有任何的还手 但是侧翼的Loki是跟阿伟是打正面对位的 没问题 阿伟这边是将Loki打掉 DK被拔掉了 旁边还有BGP 但是这一侧是满边 否则有没有考虑一下 蓝圈 这个位置是这个蓝白之间 没有必要 开车走了 对 可以走 这一波拉扯是很成功的 主要是他这波走了之后 BGP拿他是没有办法的 是的 然后退回来之后的话 BGP现在应该也不会贸然前压 然后另外一侧的话 USG也是要准备动 对他的屁股又没有什么威胁了 这边依旧是蓝白之间 Pill还是想做事 但是没雷没火 你凭什么去找FM的事 你搞不了他 对 当时打的好像就只剩两边都是毒狼了 然后被天鹿拉出来 对对对 现在BGP很着急 他想马上在这个圈将FM处理掉 但是你没有进攻去守雷 这要怎么搞 没雷没火 原点周平原先放倒了焦阳 这个车被燃烧瓶带走了 是的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天鹿倒的人有点多 压了压了 就是你天鹿想去这个坑玩可以 但是你要看妞海比打不打印 妞海比肯定是空边空到死的 而另一侧的话 打那巴的两个人编制 已经是被USG抓到机会了 是的 天鹿想走 这颗雷没能给到任何伤害两边 两个人还是满血 皮尔摸过来了 当老六一个侧椰 出枪门你秒掉吗 还好 后续的枪是跟上了 这边再打一个FM 朴老师这波Pick我打了三个朴老师 从他的角度在他眼里 对对方都是没有掩体的 他就是一直Pick就可以了 嗯 他这个摸烟挂边真的是太致命了 是的 然后NYP继续去压天鹿 天鹿北边的话 还有USG的枪线 所以不太好待 一颗雷先扎到小偷 最后最后一个人 只剩冲冲了 要被拿下了感觉 从那个位置也没有操作空间了 右边的话没有任何的掩体 USG直接给他淘汰了 是的 这边打完之后就NYP 将TUHARD是炸了半血 再用雷想劝退 但是这个雷效果并不是很好 后面人的过点 小心后面人的过点 过点被打了一个 秒了 让补枪将票打了 直接补掉没问题 还好 是还好换了一下 是的 近点有突破 第198倒 找了一个非常刁钻的位置 黄志龙 这个小羞爪 黄志龙 而且同时由于垃圾厂已经打起来的话 就没有人去管NYP NYP也是直接开车把USG这边给打了 是的 直接给他撞了 他原点对枪打了USG一个 知道USG人士 四冲二没有问题稳稳拿下 后续的话 前击找机会抽到了 脚左 但是问题不大 能具有现在 他无所谓 因为他这个位置还能再待一个 就是待一个阶段 再等等蓝圈过来的对枪 会更有优势 是啊 10月往后 PAROL的这种对枪优势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可以待了 只能封测深烟 嗯 这两边联居我觉得实力都差不多 哎呦 吕布 这次给你两枪 邦邦 这个太狠了 他有车 他要往前顶了 烟 但是感觉还是很难操作 两个人突破 剩下的兄弟在车上 护坦鞋头 打下来一个 先把吕布打下来 跳进点 已经进圈了 坚持摸车了 小心坚持 坚持摸车是要 他去限制PAROL去了 知道PAROL人多 但是和雷很致命 将周平原炸倒了 还有雷吗 没有雷了 只有火 有个背包 补不掉啊 哎 还可以 能吃到上线 可以 我只是担心 PAROL打完这波团之后 他的防具 他天灵盖都被削的差不多 是 他前面也来了 这种点位 知道 正面 RENBA 哎呀 RENBA打了个马云龙 马云龙二倒 被幻神给补了 啊 这个分是落在了PT手中 嗯 幻神 侧翼再打一个 这样的话 其实PAROL很难上 因为没办法 肩忌也出来了 两边入这个 厨房区的口都被掐死了 嗯 幻神直接被炸的 保救 再来一颗雷 阿修罗放走 先把黄云龙补掉 小左侧翼 把男的最后一分 给收到囊中 二打二 要扶人的话 就是二打三 是的 看能不能够得起来 肩忌 现在RENBA RENBA在后点的位置 不断的给小左压力 别让他扶人 哇 小左这里真的太冒险了 但是长龙 黄之龙是把人们打了 二打一 只是ADR一个人 ADR不太敢救 原点出枪 应对 啊 长枪还对不过 近点 真